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吗 别扒了 你就算是撕开那眼睛也太小了 再说了 人家赵刚子都说他扛老 你扛老 我的妈呀 这你要真扛老 那你年轻的时候得老成啥样 你这老太太说话太损了 那我说你这老头就不地道 讨厌 我还告诉你 我就是物业赵刚子 这个相亲角就是我们物业办的 我就专门负责这个事 我就不能让你负责这事 你给我拿过来 我不给 你不给我贴上 我跟你没完 你从我说 咱们心平气和好不好 你说 就黄小黄你闺女这条件 她能贴C位上吗 她怎么就不能贴C位 你就看看你闺女那个头 那形象 那年龄 你闺女的又四十了吧 我我我才五十三 我闺女四十 你怎么说话呢 黄小黄四十 她妈五十三 你多年轻就结婚了呀 你气死我 你等着啊 你等着啊 干嘛呀 我跟你说 黄小黄你现在赶紧到相亲角来 有人欺负你妈 赵刚子这威名还挺厉害的 赵刚子 干嘛 今天我跟你没完 你没完能怎么的 你等着 等着我就等着 哎呀 哎呀我 说话 干啥呢 你过来 我告诉你 你要出事 啊 看见没有 这 这主 惹不起 这主呀 你甭怪他是谁 冲着你来的 哎 要收拾你 哎 我听说他要收拾你 我报了号了 我替你报了号了 我说我就是赵刚子 有事从我来 你 你赵刚子 啊 那我 我是谁呀 你 你是我 钱涉风 你过来 打架 钱涉风 你是不是给我挖坑了 对啊 我就是给你挖坑了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可以给你挖坑 别人想给你挖坑 我 我不答应 我跟你说 你现在必须是我 钱涉风 钱涉风最安全 赵刚子 哎 你给我过来 我让赵刚子过来 你哪的 我乌业的 我乌业的 也好 这乌业的心还挺急 你叫啥名啊 钱涉风 他叫钱涉风 钱涉风 你给我过来 今天你给我评评理 就这个赵刚子 他要把我气死了 那个 您别生气 有什么事 咱慢慢说 好吧 那个大姐啊 什么事 你管我叫啥 大姐 你不管我叫阿姨 不应该吧 不应该 你看您 您这个状态 您这个皮肤的质感 您今年有四十吗 我怎么有点不生气了呢 大姐啊 来来来来 我跟你讲啊 有什么事 别生气 明白不 你一边去 咱有啥事 咱别生气 慢慢说 好不好 我刚才看您好像 怎么着身体不舒服吗 别说了 这赵刚子 真是要把我给气坏了 我这心口窝都气得难受了 是吗 你要不这样 我拿手机 进这个京东大药房 我给您要点药 那药挺好的 非常方便 谢谢你啊 大姐 你听我的 有什么事 咱慢慢说 不能生气 明白不 你看你一生气啊 对你的身体不好 但是您万一一生气 再年轻几岁 您让其他女同志怎么活 是吧大姐 兄弟啊 顺风啊 你也太幽默了 你也太风趣了 没用没用 你长得也太帅了 哎呀妈呀大姐 那个大姐跟你说咋回事啊 我呢是黄小黄的妈妈 我今天来 哎呦您是黄小黄的妈妈呀 哎呀您好您好对不起我不认识您 那我还真的也叫您阿姨 单论 你叫我大姐 听着舒服 是吧 哎 那行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你们啥呀 这不黄小黄岁数大了没找着对象 我这当妈的心着急呀 我就拿着她的照片想贴到你那相亲角的C位上 没想到这叫赵刚子的 他非要把那小胖堆贴上去 他这样做不对 不对吗 不对不对 目光是不对呀 他还说我闺女条件不好 说我闺女个儿不够高 那是胡说 黄小黄那个儿 穿上高跟鞋够用 还说我闺女颜值不够 那是瞎说 妈妈都这么漂亮 那闺女能差吗 嗯 还说我闺女都四十了 胡说 黄小黄也就三十 看着就跟十八似的 对吧 他还说把我闺女照片贴上去 说把整个小区内 所有孩子的颜值啊 整体素质啊 全给拉下来了 瞎说 黄小黄要是挂上去了 我们整个素质就下去了 你听听 你听听 你看人钱顺风 这眼里我女儿全是优点 你看看你 我跟你说吧 大兄弟 就这赵刚子 他啥也不是 他就不是个东西 你说是 是是 赵刚子是是 是不是个东西 钱顺风 哎 钱顺风 我说你呢 钱顺风 干什么 哎 你说 你还能说出 黄小黄的优点来 哎呦 我的天哪 你再说说 你说具体点 你说具体点 让阿姨听听 大兄弟 哎 把我女儿的优点 全部说出来 是 就是 黄小黄 啊 黄小黄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说 好 就是说 就是 呃 黄小黄 就是 就是 肯定 是吧 就是咱们说 这个就是 往下就是 一定就是 就是 呃 呃 就是说 就是说黄小黄 对吧 黄小黄 就是 就是 就还是得咱们说 对吧 就黄小黄 就是 就是应该 对吧 就是 那是肯定 呃 多具体啊 那就这还 前面具体呢 你说吧 我闺女这照片 应该贴哪 贴在最好的位置上 哎 什么最好的位置上 那上楼的女儿贴哪啊 你别跟着瞎唱 啊 你有多少 最好的位置啊你 哎呦 那是我的车呀 不是 你别车说 我怎么觉得 这俩人挖了个车 让我跳呢 你别走啊 你给我待着 站好了 你走不了 我告诉你 哎大姐夫 嗯 你笑什么呀 你笑 你没听见吗 他把我车管了 你不能让他走啊 让他陪我呀 顺芬啊 我不能管这个事 你怎么不管 你物业 你不管这事 你管什么呀 你是伪装停车呀 人家就刮你活该呀 你看 谁说的 刚才你说的 《街坊林区》 你们都听见了吧 对吧 你还说刮的 刮的料啊 刮的刮刮叫啊 人家这是正义 什么行为呀 你拉倒吧你 我告诉你小子 我刚换的新车 我才提出来两天 我睡觉 我根本能都搂着你 你给我刮了你 不管是不是你 赔个钱 不不不不不不 说分 说分 你要什么钱呢 你要什么钱 他刮了我保险杠了他 你刚才怎么说的 我怎么说的 你说人家不给你钱 你还得给人家钱 人家三轮车也不同程度受到了损失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 你刚才说的 大家说没说 哥 你看这个三轮车的钱 我就不用你配了 你看看这个全 你哪搞的 你还想管我要钱 你给我钱 哥的说话不算数啊 你才知道啊 我说话 我什么时候算过数 他们都说的 刚哥 我就让你赶快走 我刚才在那个 哥哥 你怎么来了 怎么着今天电视台不上班啊 竖哥 修文哥你也在呀 诗哥其实我正想找你呢 找我呀 来来 这有事儿吗 哥 我 我对不起你 哎呦别别别别 各位别这样 哎呦你可心疼死哥哥了 哎呦你这可不行 来来来来 哎呦快说着说着说 刚哥 倒杯水去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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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范哥 不是刚才我一不小心啊 我把你车给刮了 把我车刮了 刮的严重吗 就是一不小心 我就把你那个车的 厚保险杠给刮掉了 你这是要哥哥的命啊 你这是 那个 师范哥 你别上火 这样该多少钱 我赔 刮的好 刮的妙 刮的呱呱叫 不是 师范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哥哥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那个车的厚保险杠 本来就是坏的 我今天一天就琢磨 怎么把这个保险杠给拆下来 我拆不下来 你看你 一下就给我撞掉了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我应该谢谢你啊 我说师范 你没毛病 我有什么毛病 我没毛病 不过 师范哥 要不这样 你还是把你那车送去修吧 该多少钱我赔给你 赔什么钱啊 好家伙 我亲人门什么人啊 好家伙 我们家房子首付都是我付的 我让你赔钱 用不着啊 再说了 哥哥伪张停车在线 你说到这儿 我真想提醒你呢 师范哥 我都发现好几回了 你那车啊 总是伪停 那不能怨我 怪那些个物业 你这话说的怎么怪我呢 怎么不怪你啊 怎么怪我呢 我伪张停车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他家伙每次停车他给我指挥 这儿 这儿 停车 停车 他还纵容我 我一直以为我停的很对呢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不是张富哥 那我得说你两句了啊 一直以来 你说我师范哥 他伪张停车 你怎么不提醒他呢 他还以为他停的对呢 你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师范哥 让你受委屈了啊 是 行时吧 欺负邻居都说你这人 不怎么样 但是今天 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你用事实证明 你这个人 是非分明 师范哥 你很正嘛 成功账户余额 900元整 想够了 别着急 还有900元 那个顺芬啊 我还有点想法 还有想法 你怎么还有想法 顺芬你别着急 这个是随意的 当时我就想了 我说我买一点优盘 优盘 这个片子拍完以后 公益的 多好啊 把这个片子放到优盘里边 领导来你们公司啊 商业伙伴来你们公司啊 你就把这个优盘一给他 这多好 当然这个事随意 不要带上随便 不是不是 得随便多少啊 900 900 哎呦妈呀 我以为一千呢 哎呦吓死我了 900咱有啊 900有啊 躺开你的胸怀 来 哎 珠海嘛 走你 行了 绝了 那个 赶快回去啊 好嘞 全力配合啊 哎呦这行了吧大姐吧 这行了行了 这项目是我们公司的 你的 我现在很激动啊 我练一练主持 你练一练练练练练练 卫视的广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同时呢感谢灰山儒业的大力赞助 我是主持人 我的名字叫钱顺芬 好好好 谢谢大家 那个顺芬啊 顺芬啊 顺芬啊 这个主持词啊 你可能还得改一改 为什么要改啊 因为现在辽宁卫视 还不知道来不来呢 你等一会儿 为什么不知道来不来呢 因为我还没有跟他们联系呢 赵刚呢 那灰山儒业你不是在骗我吧 灰山儒业得等辽宁卫视 辽宁卫视同意了 灰山儒业肯定上 赵刚呢 赵刚呢 你坑我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别着急 但是那优盘我肯定给你弄 我要什么优盘呢 我不要优盘 我要四万零九百块钱 说说说 你还我 四万是给不了的 不行的话你把这艾尔玛拿走 以后交费方便 我不要你的二维码 赵刚呢 我跟你说 我这一辈子给你发的大小坑 都没有你给我挖这个坑 这么深呢 我这个头我跳不出来啊我 好几个赵刚呢 你坑我你赵刚呢 顺芬你看你这 你还我钱 你听我跟你说行不行 这是好事 说什么说 四万九百块钱呢 顺芬 怎么回事 你听我跟你说啊 顺芬我问你 你希不希望你身边的人都是好人 希望啊 你希不希望你的街坊邻居都是好邻居 我当然希望了 那现在我们选出来了 我们把这些好人好事拍成片子 你做了一件好事 你是宣传了他们 同时也宣传了你们公司 这是你们公司最好的品牌呀 顺芬品牌 那不是花钱就能买来的 因为你说赵刚呢 你这个人吧 你挣钱没啥本事 但你这个观念很值钱 出门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 哎呦好像是白套裙 不对 紫色外套 不对 应该是白套裙加紫色外套 哎呀都别在这瞎摸了 还是您说 背心裤衩 爸呀你是不是急糊涂了 哪有穿背心裤衩的呀 我早晨五点嘛 我一醒他 我在被窝里碰着的他 哎刘警官 那还有别的吗 比如照片什么的行不行 我先问一下 饭婶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特征 有没有 哎 有啊特征有 我妈妈是最漂亮的妈妈 对 我妈妈是最善良的妈妈 我妈妈是最慈祥的妈妈 你现在在这夸子还有用吗 人家问的是特征 对特典 看来呀你们也说不出来什么典型的特征 有 就是后纪念谷那有个物子 哎呦不是 有 所以有 要不他小名怎么叫点背呢 行了吧爸呀 后纪念上有个物子谁能看得着啊 对对对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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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别说了 还是像老大说的啊 有没有照片 照片有啊 各个年代里都有 太好了 就在抽车里锁着呢 我这还拿着 你那个抽车锁着呢 拿钥匙开呀爸 钥匙在你妈身上呢 哇呀 你这不懂于白说吗 哎呦你自己 哎对了 手机里应该有啊 快快 手机里头有 手机里头有 哎呦我这还没有啊我这 我这也没有啊 哎呦我这手机里头有 啊那 哎呦我这 谈了爱是不是照片了啊 你看树莱选择啊是 很简单啊 那哪行啊 你靠这个找的 刘警官得穿越回去 哎哎 我这有一张 这上午咱们一块吃饭 小便你照的 你看我大姐手里拿着大螃蟹 你拉倒吧 大螃蟹最好挡着妈的脸 你要照这个找 就找到海鲜市场去 行了 我这有 哎呦真大 师傅你这有啊 快点快点快点 我给妈照过一张正面的 快点快点快点 立功了立功了 过期了打不开了 哎呀 你说我每次回家 我第一句喊的肯定是 妈 我回来了 妈妈 我回来了 你说我真爱她吗 啊 妈妈找不着了 问我生日我不知道 问我什么特征我也不知道 就连那手机里 连一张我妈的照片都没有 啊 其实以前妈在家的时候吧 在我耳边听见老的我都烦死了 我就恨不得妈哪天不在家的时候 耳根清静一点 可是妈不在了 你说我这心里 其实咱们不是今天把妈给丢的 咱们早就把妈给丢了 是啊 以前妈妈在身边的时候 咱没觉得妈妈多重要 可是现在妈不在她身边了 才觉得妈有多重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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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